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我的家 今天和大家见面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我又再请到我的好朋友 Richie 今天她又来了 大家看看Richie 还有她的美女主人Lina Lina 我们上次在上一集 都说过 如果我们真的养狗狗 就会想一下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们未养牠之前要想清楚 现在我想问一下你 其实狗仔也有她的性格 如果大家相处得好 大家都会很开心 那是否要先了解她的性格 狗仔其实有什么性格 其实是的 主要分两种 一种就是怕丑、小胆 另一种就是大胆、又活跃 主要这两种 对付牠们也有不同的方法 是吗 但是我又知道 你训练狗仔很厉害的 所以你看Richie 多乖 一直都坐在那边 看着主人 是 经常都是这样 是否你训练到一只狗仔 能够听到你的指令 其实这群狗仔有什么好处呢 服从性会高 你控制牠也会更容易 例如在街上走 就不会颠狗 周围走 周围走 但对狗仔自己本身呢 例如他懂得如何服从主人 狗仔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会不会加强他的自信心 绝对会 加强他的自信心 会更多听话 是吗 即是跟主人有一个好好的沟通 是 好像大家 感情会厚了 是吗 真的吗 但是如果去学 就是训练狗仔 时间和学费 个人贵 是否一般可以负担到 其实学费都是偏贵的 但是可以控制牠的大小便 最重要的这件事 然后可能进一步的 会有些动作 即是简单的动作可以学到 然后进一步的 就是例如去到街上 如何可以跟着你走 而不会走失 就算无性之下也不会走失 是吗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你跟牠之间的关系 是拉近了 而且牠跟你 好像是最亲密的同屋主 是吗 是 Lina 我就不想说那么多 我真的想看看 Richie跟你之间的关系 融合到什么地步 好吗 好 OK 首先我们训练狗仔 有些基本的工具 例如这个铃铛 这个是用来奖励他们的 会发出很响的声音 好像这样 对 另外除了这个铃铛之外 有一条叫做初清的东西 是用来困住他们的颈 控制他们的动作 待会我会示范一下 我们会示范一下一些基本的动作 Ritchie OK Sit Good 他们做对了之后 就可以立刻用这个铃铛 按一下 他们就会明白到 是他做得对了 这样的 OK Ritchie down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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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他做得对了 你就要用提高自己的音量之余 亦都要提高自己的音量之余 亦都要提高自己的铃铛 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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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他又要赚一下 好 Ritchie 我们做这个 宝宝 Ritchie jump OK 非常好 宝宝 Ritchie jump 很舒服 赚一下 做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动作 最初用這個按鈕之前 我們首先會用一些小食來獎勵 直到它們純熟了 可以開始小食 然後加一下按鈕 再純熟一點就可以收起小食 就這樣用這個按鈕 這樣就可以訓練到 它們在沒有小食的情況下 都會做動作 下降 非常好 不行了 寶貝坐 他做了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就是想拿我這粒東西吃 OK 坐 手動手 非常好 好 給我一粒 好吃 再手動手 坐 手動手 非常好 另一隻手 然後 寶貝坐 OK 給我五個 非常好 非常好 OK 我講一下這個小食 其實這個小食 其實是一條狗帶來的 我們這樣 圈了一個圈之後 就套在頸上 先套下去 OK 非常好 然後再加一條繩子 然後再加一條繩子 OK 這條頸繩子 其實只要你一搓 就會捏住他的頸 當他做得不對的時候 只要你一搓 他們就很辛苦了 很辛苦的時候 他就不會再做一些不對的動作 OK 例如 他逛街的時候 他到 出到去 只要你立著他這裡的話 他就不會周圍走 不會先走過你 他不會先走過你 只要你一搓 搓著他 他整隻狗就會退後 因為整條頸 就控制著他整個活動 例如 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你想他過馬路的時候 不要亂走出馬路 叫他坐 你可以坐一下 向上 對 他就自己坐下了 然後 例如你想他趴下 你也是坐一下 他就會躺下 所以這條頸繩 主要是來控制他 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控制他用來的工具 Rigie Rigie OK 對了 這樣可以控制到他 我先站起來 有時會去街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危險 例如有車 或者會有單車走過 可能都會弄傷他們 所以這個 操控的用途 確保他經常會貼在你身邊 不會到處走 也減少了意外的發生 現在我們示範一下 如何控制到他 不會走超過你的腳 即是不會走超過你 Rigie Rigie 我們會給他指令 Heal Rigie Heal Heal 我們在這個走的過程中 就收緊條繩了 拉住他 不要讓他超過我的腳的前面 假設他真的超過了我的腳前面 Rigie 其實他現在也不敢 如果他真的超過前面的話 你立即向後拉 一搓這一下 他們就會明白 原來是不能走超過你的腳 因為他們搓著頸是會很辛苦的 Rigie Heal Heal 非常好 可以令到他們轉彎的時候 都會貼緊你的腳 就是用這條繩控制住他 我們可以坐吧 Rigie 坐 例如過馬路的時候 就像我剛才所說 可以叫他們坐下 不要亂跑 Lina 我真的 Rigie很厲害 你真的訓練得他很好 真的很厲害 不過我又知道 除了你訓練他之外 你還跟他剪毛 又是一個我們所謂的親子活動 又跟他聯絡感情 但我真的看到腳仔剪得很漂亮 好像一雙胳膊 穿著高跟鞋那麼漂亮 為何要這樣剪 是否特意要剪成這樣 其實是的 會告訴別人他們的骨架 其實是怎樣 其實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你看到嗎 這裡 其實是成45度角 因為他們 你可以摸下去 就會感覺到 這裡好像有腳跟位 這裡有一塊骨 我們把它剪成這樣 45度 可以展示到 狗的整個骨架的形 就是這樣 那怎樣看為一隻比較標準的貴婦狗呢 其實只要你看看他的背部 是否比較平的 是的 不會拱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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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汗背的 是的 另外就可以看看他們的 這個 這個由後腳 身和前腳 會成一個正方形的 越方形的 其實就代表他們越漂亮 是的 這樣 原來這樣審視一隻 是不是漂亮的貴婦狗 是的 另外也可以看到一件 就是頭的比例 頭的比例是 這裡 去到他的頭的後面 比下去就可以看到這個 看到嗎 這個頸的位置 這裡是一對一的 是的 這樣算是合格 就漂亮了 可以標準出秀的 哦 這次我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而且Ritchie真的很可愛 你看他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吠過一聲 真的很乖 多謝你Lina 你教我們很多東西 OK 拜拜 Ritchie 拜拜 拜拜